而在今天我们看到重量级法说会登场的是宏达电 但宏达电缴出来的成绩却是重重摔跤 去年第四季的营收比起第三季大幅衰退25% 毛利率跟净利也同步创下一年新低 不止如此 圆圆营收166.1亿元 比去年同期大幅腰斩52% 宏达电预估第一季的营收恐怕会再衰退三成 以西班牙巴塞容纳皇宫古迹当背景 前面放上自家品牌 宏达电发出邀请卡 准备在一年一度的世界通讯大会上 一口气推出好几款杀手级新产品 繁华雾面机身平贴金属增加质感 外传这一款就是即将发表的四核心手机 还将搭配其他两款以及全新的平板电脑 一次在世界通讯大会上曝光 新年一开春 宏达电动作就很积极 因为在竞争对手追击之下 去年第四季的财报已经拉紧爆 营收1014亿元 比起第三季衰退25% 最后净利也减少41% 毛利率更从28%下滑到27% 都创下一年新低 元月份的营收也是惨不忍睹 166.1亿元的成绩比起去年同期350亿元腰斩 大幅衰退52% 尽管王雪红年初信心满满 但宏达电预期在新旧机种交替影响下 预估第一季的营收大约只有650亿到700亿元 即衰退超过三成 毛利率恐怕进一步降到25% 营运充满挑战 只不过不止宏达电落难 在景气趋缓冲击之下 苹果概念跟山寨大王 元月份的营收同样惨淡 大力光衰退16% 联巴克日前公告也意外减少30% 景气出现下滑营运充满挑战 红达电尾牙宴上激励员工 期待抛开过去的不如意 新的一年用更多的创新来拉大对手的差距 东南产新闻军屋志明中文报导